这是以前台中东区护政事务所办未婚联谊开放报名当天 其楼下挤满排队抢登记人潮 公家机关办联谊相对安心 不过也有人会下载交友软体认识新朋友 台中市法治局消保官发现 去年有不少消费申诉案跟交友有关 消费者投诉原本下载一般交友APP 有女生主动丢讯息聊天 没几天后变得比较熟 对方就说自己是公司活动企划 要不要约见面 见面后女子又把人约到公司 换女业务登场 说服她签约 加入了交友联谊公司的会员 事后却发现很多项目 怎么跟当初签约时说的都不一样 消费者会误以为可以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但事实上消费者一旦签了分期付款申请书 那自动公司那边就已经拨款给业者了 有关借贷的金额 消费者还是都得全额付清 法治局统计台中市交友联谊服务消费申诉案 去年攀升到了122件 消费纠纷总金额大约900万元 小保官说很多消费者只看合约第一条 说他们可以在签约起三天内撤回 却忽略后面写的诞书 尤其如果又再签约 升级到费用近30万的尊爵会员 合约写的是如果已发生服务使用 才想解约 那就需要扣除已经使用的服务项目 包括了爱情18堂课 48,000 成长课程8万元 这一些影音商品 其实早在签约当天直接开通了 很多业者会跟他们说 这只是加入会员开通QR Code 那里面的课程看不看都没关系 但事实上只要一旦开通 就表示消费者购买了这些影音课程 即使没有看 业者也会主张消费者要全额付款 其实公部门向民政局也常举办未婚联谊活动 只需要缴1000元左右的报名费 以主题或游戏开启对话都很受欢迎 小保官提醒如果想要加入民间联谊公司会员 合约先看清楚 避免最后征钞换假议 TVBS新闻 廖文汉红彩人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继续